小黃瓜料理 嗨大家好我是菲菲 嗨大家好我是蔡蔡 天氣好熱下廚容易一身汗 你還怕外食會胖嗎 將將 今天要教大家如何不用一身汗 做出窯窯的小黃瓜料理喔 耶 那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做小黃瓜料理吧 首先先把可爾比斯跟味噌 融合在一起 把它攪拌均勻 下一步呢 就是把小黃瓜 清洗乾淨 清洗完之後呢 把小黃瓜切斷 清洗乾淨之後我們要先把小黃瓜 泡在冰鎮的冰水裡面 因為等一下這樣吃起來會比較好吃喔 清完之後呢 我們把小黃瓜切一個小口 油 這樣小口後 我們等一下 我們把剛剛的那個醬 加進去 好 那這樣小黃瓜料理就 大功告成囉 夏季啊 是小黃瓜盛產的季節 它有爽脆的口感 它也可以收拾喔 小黃瓜裡面還有豐富的維他命C 想要養鹽美容的女 千萬不能脫掉料理囉 那我們一起來試試看吧 今天的時尚悄悄化要素的是味噌 它屬於發酵食物 還有豐富的酵素 那風煮味噌要讓酵素盡量保存的話 只要注意味噌融化後 不要加熱到沸騰的狀態 就可以保留它的酵素喔